現場五部傳真機 以及電腦仗測和賭資 2004年台南市警方 針對319槍擊案進行調查 不過卻在轄區內意外查獲 大型六合彩牽賭站 警方逮捕兩名組頭 有鮮明指出319槍擊案 可能和總統牽賭盤有關 你的票據慢慢在拉大 你這個時間 你應該就可以看得出來 比如說現在 他就上面就不收牌了 他可是下面在收牌就變成亂收 輸的話組頭就會跑路 就很多組都被人家抓到 被人家砍被人家殺 是有這個情況 大叔前的賭客不肯付帳 迎前的賭客卻急著想要節輕 組頭難以承受龐大經濟壓力 只好選擇跑路 去年高雄市長選舉 一開始韓國瑜選情不被看好 到最後大勝陳其邁 15萬票大翻轉 原本賠率1比20 讓組頭賠進5000萬 險些跑路 周青秋 爆散 新北市上演的蘇侯之戰 一開始侯友宜挾著執政優勢 蘇侯自然認為贏面大 由組頭直接開出侯友宜 讓蘇貞昌拾外票 隨著選情緊繃 選舉賭盤也跟著火熱 警方卻發現疑似有中資介入賭盤 下注的金額上看350億元 直逼四年前200億元的一倍 不過選舉賭盤只能地下操作 賭客組頭都只能按地進行 實際賺賠還是只有當事人最清楚 三新聞謠仁祥 徐世翰 台北報導